常常会有花有反应 自己的南花经常会出现盆土上干下湿的情况 上干下湿的盆土底部的湿度还比较高 如果这时候浇水很容易造成底部根系腐烂 但是上部根系又很容易干枯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盆土上干下湿这种现象的出现呢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给它栽种的时候 把植料把握好分为上中下这三层来分别栽种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在底部用上颗粒最大的一些颗粒石 比如大一点的桃粒或是大颗粒的颗粒石 先在底部放上一层大概放上三分之一左右的量 然后我们再用我们日常用的一个南花经配土 给它在中上这个部位放上去 这样子把它栽种好 栽种好之后我们再在上层这一段部位 先给它用上一些相对比较细小的颗粒石 比如这个火山石 然后给它铺面 这样的话上层比较细 中部相对是中颗粒 底部是大颗粒 那么底部它的透气性比较好 干的会比较快 那么上面它的颗粒比较细 干的会比较慢 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上干下湿的情况 它的整个盆土的干的就会比较均匀 浇水也能够很好的把握 不容易积水难根 所以南花不是说把它栽种到植料里面就可以了 植料的分配也是很关键的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